这个就是那个子力回收的地方 然后呢 它卸子力采用了这个马达传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又是马达传动 也就是它可以正反方向的一个运转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采用的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正反方向的一个运转 这个就是控制开关 然后这个地方里面可以看到子力舱的满舱情况 然后从这里直接电控可以直接卸下来 去了国家 我们这个是全款 全款 全款19万9千8低配 高配的话就是 我们今天厂里优惠是21万3千8 你的补贴 你看你哪个省 如果是河北省的话 补贴又5万6千块钱 如果你买低配的话 19万9千8减去这个5万6千块钱 河北省5万6千 大概是14万4千块钱 你就能拿到了 然后806的小卖机 806的小卖机我们在今年年底会有一个产品的发布 我们把那个产品全部做了改型 全新升级 大家听到了吗 这个国家补贴我报的都是全款的价格 国家补贴 你还可以在这个价格上享受这个国家补贴 然后我们还支持这个14万的这个贷款啊 然后你这样19万9千8 你贷款14万的话 首付5万9千8 你就可以把我这个低配的车开走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配置就相当于比高配就少了一个空调 少了一个风扇的反吹 然后少了一个底盘的装身质保 如果你选高配的话 就相当于是在原价的基础上21万3千8 然后我送你空调 送你这个风扇反吹 然后再送你这个底盘的装身质保 那么正常现在大家买一台玉米机的价格 一般在22万到26万 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确实 你既然在直播间了 你买 那我给你专门弄一下 好吧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空调 待会我们找一台样机会给大家展示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产线流水线啊 这是中原地区的这个单收 习总 习总你好 这是我们中原地区的一个单收产品 是904C 你离烙林有点远 200多公里 200多里地 我们在德州还有一家交商 我给你我给你个电话 你记一下啊 这是我们山东省的那个业务经理啊 山东省业务经理 你记一下电话 189 0150 8676 石经理 石头的石 我再跟你说一下电话号 你记一下 189 0150 8676 你记住了没有 189 0150 8676 你和那个我们石经理联系一下 他负责整个山东省 然后济南 济南你也记一下刚才那个电话号啊 他是负责整个山东 你和他联系就可以啊 我再给你报一下 189 0150 8676 好吧 然后你问哪有代理商 你就跟他联系就好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没有 好吧 哎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这个后处理大烟筒啊 后处理大烟筒啊 这是国四的标配啊 这建议就是这是我们二四款产品啊 后处理啊 这一万一老贵了得好几万块钱 但是呢各个厂家都得装 然后再往后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粮仓啊 这是我们904C的粮仓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904C粮仓比东北的车型肯定是要小的 但是在重远他已经完全够用了 好吧 啊 这也是我们厂里自主生产的这个粮仓 粮仓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说一下石经理电话 好 你稍微等一下 我再给你找一下 呃 石经理电话 石 我找一下啊 我看石经理 石经理电话是1890150 然后8676 你记一下 1890150 8676 是江苏长州的电话号码 记住了没老铁啊 然后我们是分高配和低配的啊 然后低配的话 19万9千8 还可以享受你山东省的这个国家补贴 呃 应该是五万三千多 啊 而且呢 你还可以享受14万的贷款 就相当于你买低配的话 花个五万九千八 就可以直接踢车了 然后国家补贴是五万三千多 就相当于你拿回去以后 没几天补贴下来以后 就相当于你后面只需要把贷款还了就好 好吧 可死我了 然后 这是我们整机的这一侧的结构 旁边这个地方呢 24款塞的是什么样的 老铁你问的是中原型的还是东北型的呀 我们现在在直播这个 然后这 调一下 又要调啊 钱粉的税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是可以选装的 我们现在生产的是钱切 然后如果你定的是钱粉的 我们也有钱粉 好吧 这个不用太去纠结 你喜欢什么 你就选配就好了 这个不加价啊 你要哪个给你加哪个 好吧 这个是定制化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粮仓的这个支架 啊 这个再往前面呢 可能会有这个打螺丝的噪音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 工厂里面嘛 它毕竟跟那个办公室不一样 呃 这边是油缸 然后这个也是 这是油缸装到了这什么粮仓支架上 啊 这边我看装到了什么 这边粮仓没有装 装了个不提机 装了个防筒机 啊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 这个这个后面不对 这边也要从你调试一下 马上好 呃 大家稍微等 不用调了 不用不用 他长发对他们对投拉机最感兴趣啊 通过投拉机看收割机也行啊 这有啥的没事 都是长发的 对不对 说不定我们哪天就开始拨这个投拉机了啊 你看我过来以后我们工人师傅啊 你帮我倒点水吧 你看我过来师傅过来以后 这个工人师傅明显干活比较积极了 东北的 呃 这边没有那个东北的车啊 然后东 然后这个塞子比去年还是加大了啊 塞子比去年加大了 然后如果后期你感觉你那边是三坡子地啊 三坡子地的话 你那个震动塞可能会掉栗子 因为什么呢 你因为你车是车是斜的 你在山坡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塞子它也是斜的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有一些专业专业的这个方案 然后给你换上就没有事了啊 这个不用太担心 嗯 胡总帮我拿瓶水 拿拿点冷的 这个太烫喝嘴 冷是吧 啊 这里面喝完了 一直拨嘴干得厉害 然后这个是我们我们收割机事业部的老大啊 收割机事业部老大姓胡 啊 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的收割机车间啊 好了 欢迎大家参加参观 胡总帮我去打水了啊 啊 啊 给我们的直播间老铁打个招呼啊 哈喽 哈哈啊 工人师傅干活非常有积极性啊 很认真很负责啊 啊他们在装这个站台二年的车二年的车 二年的车 二年的车 到时候我们研究研究吧 然后市场上你也可以我可以提供你的方案 然后你从市场上订制啊 你看就是那种网格筛大哥你应该能听过啊 啊那个网格筛的话 他对这个吊粒子环节是非常好的 四行高费多少钱正常是239,800的价格 然后我们现在做这个促销啊 也就每个线五台啊 每个线五台 然后21万3,800 这个是全国统一价啊 21万3,800 但是在你那个线只有五个人能拿到这个价 然后五个以外的话 那长发就是恢复到原价就是239,800 然后2204顶配多少钱 这个我还不知道啊 对不起老铁 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后台 我主要负责这个收割机这一块啊 主要我们今天是拨这个收割机 那我不太了解 然后大家可以在后台留言一下 我看有拖拉机的经理在这里面 他他可以给你解答 呃这是我们长发自主研发的发动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自主研发发动机300马 300马力啊 300马力 是的 在去补5万多 我给你报的是全款 你自己还可以在当地办补贴 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啊 欢迎你去选购 啊 这边装什么呢 这是在啊 我看这边的啊 这边还有架子室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长发的这个架子室 我们到了这边啊 我看一下架子室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驾驶室的最开始的状态 它是一个框架 然后增加了这些玻璃 然后呢 他还没有装修啊 我们待会看一下装修完的效果 然后到这里这里这个师傅师傅这是在干嘛 啊 这个那个隔一棉是吧 啊 师傅在贴隔一棉 师傅笑一个 笑一个 啊 啊 前粉碎和前滚刀是不加钱的啊 你要哪个你提出来 然后钱还是一样的价 好吧 大家老铁听明白了没有啊 啊 我们这个帅哥也在做这个装配 然后这边呢 他们在铺这个空调的一些管路啊 这边呢 就是哎 这边顶子已经加上了啊 这个已经写出绿顶了 然后就是空调的内积啊 我们这个师傅还在弄啊 空调的外积已经挂上了 然后这里面已经做了一部分装修啊 那个顶已经加上了出风口什么的都有 啊 那是电器盒吧 那是 啊 我们这边还有两个师傅在调控装这个 座椅是吧 座椅还有这个这个一键助油啊 方向机 然后还有挂挡杆啊 再调试这个挂挡杆 然后装完之后呢 我们到前面就已经放到这个车上了 这是我们厂里弄过来的玻璃啊 然后长发长发长发的标 然后那边是长发的这个架势的框架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长发架势的框架 冷水是吧 冷水里面 啊谢谢胡总哥我们拿水 你去忙吧 注意安全啊 啊 这个是生产这个收割机的一个车间 然后呢 我们觉得大家可能没有见过生收割机是怎么生产下来的 我们今天呢长发带大家看一下 好吧 啊 我们师傅在挂这个链条 好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是在干嘛吗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是干啥的 这是 生亦器啊 生亦器还有上面的这个 排达 排达风机 啊 啊 我们师傅在打这个 生亦器晾爬的这个螺丝 啊 生亦器晾爬的一个螺丝 然后这是全新的这个 啊 链条 这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条是哪个厂家的 东华啊 东华链条 然后轴内的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 自己做的这个风机的风道啊 然后生亦器的壳 生亦器壳铁 这边啊 然后包括这个 这是我们生亦器的分几壳的啊 分好几个步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刮板 子力回收啊 子力回收啊 子力回收两脚龙 这个是两个脚龙子力回收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把薄皮机给夹上去了啊 薄皮机也夹上去了 这个是整个波提还有风银气线的一个装置 然后 我们这个这这一盘呢就是 你看下面有什么有油箱轮胎 环天机 还有这个前桥 然后大梁上面呢 现在就是 呃电磁阀 还有这个防动机啊 这些装上去的 然后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加上去以后 就成了刚才的这个样子啊 然后 镜头晃动的有点厉害 啊 没见过收割机车间第一次 哎呦晃动的没办法就我一个人啊 我没有没拿那个云台 我要不让他们把那个云台给拿过来吧 那个 哎我看他们 我看公司谁在线帮我拿个云台过来 那个 我给打个电话啊 我要发发挥我的这个能力了 我看啊 呃 云台 云台 那个 我看 这啥来着 哎对对对 要云台突然一下想不起名过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 呃 那呃 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去拿那个云台 待会就不卡了啊 呃 看得清楚 我那个手拿的稳一点吧 我拿了个支架在这里 然后 我们再继续往前带大家带大家往前看一看啊 啊 我们再试试过来 好的 啊这边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 发动机 啊 发动机 发动机 呃 试驾翻地上停车时间长一点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发动机 啊 可以看一下 然后 然后 这个地方大家看见没有 长发的logo啊 长发logo 然后 发电机长发自主开发的啊 长发自主开发的一个发动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长发logo啊 啊 300马力 包括这个机体上的啊 啊 长发牛头标 300马力的发动机 收割机一天能下十多台啊 收割机一天能下十多台 然后 这是我们正在装发动机的这个师傅们 然后走到这里呢 就是发动机没有装 只是把这个环电机和轮胎给装上去了 呃 我看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呃 紫粒箱 啊 紫粒箱 哎 比较壮观啊 每一个 一个铁片都是钱 啊 你在 拖拉机车前干过 那收割机也一样嘛 那都是铁做的 有啥差别呢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柴油箱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柴油箱 也是长发自己开发的 长发的这个收割机的自制率啊 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高的 你能想象到的价 基本上都是长发自己的 然后到这个部分呢 就是 房间机还没挂啊 房间机还没挂 然后这就是到了我们这个生产线的这个 这个镜头啊 也就是到了这个机架的最前面了 然后我们看看这边他们在生产什么呢 这边都是这个薄皮机 啊 脚滚 这是薄皮机这边 然后这是我们的薄皮机 薄皮机待会在这边还要进行这个磨合特试 啊 然后这一边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他这个是分期限 然后这是我们的 这是这是谁啊 这是904C的一个后桥 啊 非常粗 小麦收割机但是没有啊 在年底的话 会发布一个重重磅的产品 然后这个是我们 真的哪款车的 这是啊 这是904C的这个大粮仓 啊 调装起来的 904C大粮仓 是的 这是江苏常发的那个正宫的厂 这是江苏常发的那个正宫的厂 噴漆的啊 大家能认识吗 这是啥 然后这个这个有认识的没有啊 这是那个环天机替代的一个护照子 然后这是剩余器的那个中部啊 剩余器的中部 然后 我看还有什么 呃 这个师傅他拉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拉的是这个割台的护照 好 那边我们就不过去了啊 那边有点 太嘈杂 我们到这边来 我们待会去 我们回到圣诞现场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你是在和我聊天吗 还是在和别人聊天 哎 这个是那个啥 这是那个收割机的那个地板 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收割机的地板啊 隔音地板 大家可以看一下多厚 一个大拇指成年 我一米半啊 一米半二百斤的胖子 然后这么厚的地板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收割机架式的地板 好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主流的这个生产现场 然后我们到产品更前啊 到产品更前给大家 呃 展示一下 我看我那个 小徐哪去了 哎 前面要装大轮胎了 这装脉胎给人了 这装脉胎给人了 啊 这个已经下线了 这个已经下线了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哎 这还挂了个梯子 挂了个梯子 这是 大家有关于这个产品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这是我们刚刚下线啊 新鲜出炉的一台这个904C 虽然有些地方还没装完 但是他已经可以开了啊 然后 我看 咱们这个全新设计的一个驾驶室 我先填你 来 给我吧 那这个我就拿 啊 你拿着吧 你拿着吧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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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我购门了 我开会去 行 你先回去开会吧 这个接会 不用不用不用 他们有认识我的 啊 好 你先去吧 啊 我们送小姐姐离开了啊 赵老车吧 我们 我们去那个 这是刚下线的啊 这是刚下线的啊 玉米收 然后我们到那个 呃 陶市的那里啊 陶市那排 我们去找一个 找一个收割机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收割机 我看啊 找哪一台 这一台他还没有完全装完 哎哟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脏兮兮的 这是我们厂里要磨合 啊 就是我们专门拿出一台车 要拼了一面的跑 就要做破坏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磨合 磨合车辆 啊 这个不是卖的 这个就是 呃 厂里自己内部磨合的 这是柜机件不卖啊 想看X8806 X8806今年年底 我们会开一个重磅的产品发布会 也是我来讲啊 你就好好期待就好了 可以后台留一下名字 我把你名字记住 我们806开这个 产品发布会的时候 可以把你邀请来 哎 这是长洲 是长洲 怎么跑成这个样子了 这乱七八糟的 好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商品车啊 这是我们同放轮胎的地方 然后他们这里在清理这些包装 啊把这些包装清理走啊 这也是能卖钱的 这个我上午问他们这个包装这块 我能不能把它再往后 这塑料袋也是钱 包括 买个 我看啊 我们再找一个 我们 就拿这台车吧 主播好啊 主播好啊 这是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个高配款啊 这是我们高配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滚石鸽台 然后刚刚下线的 还在这里进行一个调试 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 割台采用了两侧的一个皮带传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割台采用的是双侧的皮带传动 然后这边呢 这边它的这个 带钱滚刀也好 带钱粉色也好 它采用的是一个 也是采用一个皮带传动 这是全行业最领先的一个皮带传动 然后这边是配的是一个 大轮胎 宽轮胎 这边的是我们的一个 驾驶室 然后再往后呢 是生育器和强气风 还有这边呢 然后我们目前的传动是比较简单的 从发动机出来 然后加一个 这个输出端 再到下面 几侧的一个皮带 然后后桥 后桥我们也是做这个底盘中身之宝的啊 我们高亏版在底盘上面是中身之宝的 包括这个前桥边检 后桥 然后我们这个粮仓是三个地方 然后限量高度在2米9 怎么联系你 你是联系我还是联系谁啊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子力回收的部分 然后我们子力回收部分呢 是采用了这个 厌压马达式的啊 可以正反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往上 也可以往下 它是一个正反转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边是一个子力风机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 然后包括这个发动机的一个防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都增加的是 这个透明的这个胶板 都做了这个防护 我们去找一个 找一个能在驾驶里面 给大家讲解的 看啊 方不方便上去 我们等一下啊 我上驾驶室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驾驶室 转护座椅 副手枪 然后还有这个副座椅 哎呀坐一会坐一会 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这边呢 他这个刹车还没有连接啊 很轻刹车还没连接 然后油门是连接了的 这边就是他的一个调试班组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手柄啊 比之前的那个样机做了 更加这个手柄更小了啊 手柄更小了更好握 然后呢 这边往前 就是前进 然后送回来 往后拉 他就是往后退 这是个玉米收割机老天 你是没有买过机器是吧 对这个不太熟悉 这是玉米收割机 然后这个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环天 这各台的升降啊 往上是升 往下是降 然后 车里不热吗 冯总来了 冯总来了 还行 现在是四月底 没赶上那个 最热的时候 这是环天机的升 环天机的降 如果这两个一起往上包了 你比如 你比如这个你要下地了 然后一起往上包了 一起升 或者一起往下包了 一起降 相当于是 或者你觉得这个想升 这个想降 你可以自己控 如果你一启动 哎 他就把这个割台和 呃 环天机 你往下降嘛 一起降下去了 你就可以正常去收 降完以后一停 然后 然后往这边一推 就是收割了 收回来以后呢 如果你想升 那就一起升 升完之后 哎 然后就可以继续做其他的 然后 呃 按键这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